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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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呢 结合网友们他们的一些想法 一些问题跟各位去好好聊一聊我们这个电影的本身 好啊 我想这个一博在电影当中有几个流泪的瞬间还是挺给我印象深刻的 你自己有数过自己流过几次泪吗 哦 哦 不太记得 对吧 导演 我想说他的这个流泪是一定要在那个点要流泪的吗 还是说这个是我自己的一种一种观感 嗯 我当然很清楚他流了几次泪 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好就是 这是我常常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电影中去掉眼泪 嗯 我们通常是不会让眼泪真正掉落下来 嗯 对 但是我们在大家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可能知道 确实一博他有 有几次吧 我不用说得太具体 其实是三次 哦 好吧 等待观众去发现 我相信那几次都是他这个人物的 高光时刻吧 嗯 我不太 我不太会让掉泪这个事去作为煽情的手段 确实 我 我通 但是我通常会让落泪这个行为作为推动剧情 或者说最终的去完成或者说实现这个人物的手段 说得对 我为什么要问出这个问题 其实我不是想让你们回答到底落了几次泪 嗯 我就是想从导演的嘴中知道说这个落泪 它是能够为推进剧情而去设计的 当然设计是打了引号的 但是对一博的表现呢 觉得特别的惊艳特别的好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让我感觉到 作为我这么多年来上海的人自愧不如的一个地方 就是上海话的时候特别棒 你们都知道王毅博是河南人 对对对 对 是为了这部戏去专门学的对不对 都是传军歌 教的 然后传军呢是已经跟程导第二次合作了 然后合作下来肯定有多多少少不同的感受 跟第一次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收获的 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些疑问 你也先不用说收获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慢慢的去仔细的好好的去聊 另外呢在整个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看看新闻APP上呢 会抽出150张电影票 对我们的一个奖品 每隔10分钟左右会抽取一次 大家记得一定要下载看看新闻APP 然后在我们的APP上去点击我们的福袋 进行我们的抽奖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个中奖 话不多说 我们开门见山马上要聊一聊跟电影有关的事情 自这个预热开售以来的《无名》这部电影 它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远超市场的预期 今天是影片上映的第一天 目前为止整个电影的票房是接近1.5个亿 这个成绩成到满意吗 对我非常满意 而且我也充满了感恩 因为之前呢有人开玩笑说说这个《无名》的预售成绩啊 大概会超越这个《无名》的这个导演 此前所有票房的总和 我呢看到这个话呢 我也不知道是该醒还是该背啊 但是确实实现了 对啊 但是它毕竟是才刚刚开始嘛 我们也是期待着接下来的票房能够更好 而且呢就我今天我自己看电影的感受就是上作率也很高 大家的整体的这个这个点赞率也很高 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在这里呢先要恭喜所有的电影的主创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几个关键词带大家共同走进《无名》这部电影的本身 聊一聊《无名》为什么值得大家去看 为什么值得那么多观众去夸赞 从四个方面给四个关键词吧 这四个关键词都叫做绝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关键词啊 第一个关键词呢叫做绝绝的绝 这电影的这个绝 电影《无名》它表现的是这个抗战时期无名英雄 在隐蔽的战线之上各方殊死较量的这样的 非常精彩的故事《荡气回肠》 而且我相信各位都看了预告片 从这个预告片当中大家也能够看得到 剧情表面上是暗流涌动的 但实则它是以命相搏 然后瞬息万变的 程导您觉得《无名》这部电影它表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您是编剧又是导演 从我的角度 《无名》首先是关于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期 一个特殊的时期 其次它关于上海这个城市 那么以上海这个作为当时的远东也好 亚洲也好 东亚也好 它是一个焦点 上海是那个 在那一刻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焦点 那么我们以上海为舞台 让各色人的所有的力量分磨灯场 我们是关于那个连带的一个总生想 确实 我觉得作为编剧也好 导演也好 肯定是特别的在乎评论家的一些看法 我相信之前的很多文艺评论家 他们的一些观点 您可能也看到了 他们其实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他们看了电影《无名》之后呢 就是以这种拓展了类型片的边界 然后拓展了电影市场的版图来称赞 这部电影的特别还有新奇之处 那您作为编剧跟导演 怎么去定义《无名》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无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对 您刚才说的这个 上一次这个看片 其实我也参加了 有黄建兴导演 包括还有我上电影学的时候的老师 侯克明教授 对 他们在关于内形化 关于商业片 关于在内形化和商业片的同时 怎么去保留一个创作者的风格和个性 他们确实提出了 他们看完片之后提出了 他们非常独到的认知 当然他们也祝贺了我 就我而言 我觉得《无名》首先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我们是那个年代的史诗 我们让那个年代所有的人物 所有的力量粉末登场 我们有非常多的反转 这就是包括我们之前 我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剧透 因为为了接下来走进电影院的观众 对 对 所以你看完片你肯定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呼吁 对 然后我今天看完片之后 跟三位交流 我始终有一个担心 就是怕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不经意之间 就透露出了某些 不太想要透的一些东西 所以一旦有说到各位 特别是承导可以制止我 不会 但是你是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呼吁 对的 为了后面观众的观赏的愉悦性 因为我们的反转确实是让人惊讶 让人意外 目瞪口呆的 是 这种意外它是一层套着一层 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也有一个呼吁 就是大家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 尽量的别玩手机 就是你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忽略到某一个细节 可能这个细节就恰恰是后面 反转需要用到的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点 比如说某一个眼神 比如说某一个微笑 比如说某一句台词 哪怕是简短的两个字 可能都会让你觉得目瞪口呆 对 刚刚我们说到了电影当中 特别是谍战的电影 而且刚刚程导也说了 它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 那必然会有博弈的成分 博弈呢 除了心理上的一种博弈之外 肯定心理上的这种博弈 肢体上的博弈 都会让大家觉得 电影还是很有看头的 想问问二位 你们在戏中 都有很多的大戏 还有跟梁朝伟先生的 这个这个这个 对的很精彩的这些戏 一博先说一说你的感受吧 心理上的话 其实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是很有压力的 而且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觉得是有一种压抑的感受的 可能这两种感受 带到在演的时候 就可能会呈现出那种博弈的感觉吧 心理上本身就是比较压抑的 我记得电影一开场的第一个片段 就让我感觉非常的压抑 就是 算了我不说了 反正就是整个的画面 突然感觉 出击力就很强 说前面没关系 可以说 就是就是梁朝伟先生坐在那里 他攻着腰 那个镜头一给他 你就觉得整个气氛就非常的严肃 当然我们呈现的是那个时代的 那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一博的这个 心理上的博弈的感 就这个有了 那对于打戏这方面呢 打戏确实也很有压力 因为是要跟梁先生打 但是后来打着打着可能就放松了很多 开始还是会会会害怕 然后有点放不开 但是这个打戏也提前训练了一段时间 觉得打戏表演出来很好看 但是他现场拍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我们看到的是拳拳到肉 特别的精彩啊 是不是跟自己平时有这种舞蹈功底 还有一定的关系 上手会很快 嗯 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确实是要求很真实的打 实打实的打 半点就是不用力啊 或者是那种戒位啊 都会看得很清楚 那那么近的情况之下 就不会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措手 或者怎么样 就打到真的打到了 或把对手打打受伤之类的 嗯 我是肯定是尽可能的真实 然后 对 当然也是要 因为大家都是有保护的嘛 因为不可能 就真的是 没有任何保护的 大家都是在 很有保护的情况下 能真 就真 嗯嗯嗯 自己有受伤吗 没有 好的 呃 传军这方面呢 说一说 博弈 对 我觉得 首先我觉得 无名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压抑的戏 也不是会让大家看完之后 感觉好像特别的 特别的沉闷的那种 呃 我觉得我们从 创作开始的时候 其实导演就给所有人 设置了一个很好的情景啊 就让演员们去体验那种 呃 压抑的感觉 或者说是冰冷的感觉 嗯 最终呈现出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燃的 非常爽的一种 一种体验 呃 就是我 我们 就是在上海这么冷的天的时候 嗯 其实都穿得特别少 在一个 审讯室啊 感受着那个 寒冷 嗯 然后听着外面的 雨水的声音 整个创作 非常的安静 嗯 因为我们可以更多的 让内心就是沉静下来 其实导演一直在强调一个 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最后 演员呈现的东西是非常统一的 嗯 嗯 最后带给观众的一个观感 我觉得是 是舒适的 嗯 嗯 对 就像传君刚刚说的 整个戏看下来是爽的 但是在看的过程当中 戏里面是拧不得 是纠结的 对 是压制的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首先让我们自己带入了 才能让观众带入到那个情绪里面 然后最后反转的时候 观众就会觉得 天呐原来是这样 很爽 而且因为你看过嘛 你就知道这个片子 其实一直在反转 对 经常那些反转会突然间 你就会啊 原来是这样子 对 很惊讶 嗯 挺不一样的 嗯 嗯 嗯 动作戏 你这块 觉得有巨大的挑战 动作戏我比较少 我主要是跟一波的感情戏 感情戏 对 两个人的眼神里面全是戏 对 就是那种好朋友之间的啊 对 而且我觉得一波不管是从戏中 他的也好 还是在戏外也好 就是他的那种成长 我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 能够感受得到 比如他戏中角色的一种成长 他对待爱情 他对待友情 他肯定是成长的 他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所以说在面对你的 你们两个在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 他能 他能再流一下眼泪 那个眼泪是动人的 我觉得能够让 原来有这个 特别是能够让很多 真的吗 因为我解释一下 因为传军还没有看到片 我是不想 不剧动 不剧动 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假象是吧 好的 我觉得二位年轻的演员 在戏中肯定是有很多的收获 那我们在第一个关键词呢 先暂时聊到这儿 聊到这儿的过程当中 也希望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 能够第一时间下载我们看看新闻APP 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我们的抽取出的奖项 都是在看看新闻APP上抽取的 如果没有下载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参与进来 现在进行第一轮抽奖吧 我们这个抽奖的方式很简单 大家在看看新闻APP当中 去点击复带就可以了 我们将会送出50张无名电影票 一共是25份 很周到哈 每份两张 大家现在可以点击复带进行抽奖 上一下复带我们工作人员 好 抽奖继续 然后呢我们也继续聊一聊电影 这个复带我觉得可以多送一点 可以多送一点 可以多送一点 不只送150张 对对对 150张太少了 导演发话了 我觉得送 送一万张吧 哇 天哪 咱们后面再对接这个事 送一万张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说没有下载 看看新闻APP的赶紧下载 然后抓紧时间 还可以把它转给你的朋友们 让他们赶紧的参与进来 然后点击上面的复带 我们的复带 在这个屏幕上停留的时间可以长一点 让更多的朋友都参与进来 好不好 刚刚我们的导演已经说了 送出去一万张我们的电影票 希望各位都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 非常非常好看的电影无名 我们刚刚聊到电影无名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绝 第二个关键词同样是绝 我们想说一说角色的绝 无名是一部众星云集斗演技 但是观众可以一秒入戏 这样的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大家在预告片当中能够看到 其实这些角色仿佛就是 就是从那个年代当中走出来的一样 让人能够就感觉非常的真实 刚刚导演也说了 电影就是很好看的电影 我们呈现的浮华到也好 就是那个年代 所以说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有代入感 那我们总说一句话 就是只有角色没有明星 每一个演员都用自己精湛的这种表演 塑造出了非常立体的角色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无名当中的角色的绝 我特别想问一问程导 就是您在挑选演员方面 有没有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固定的标准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某种固定的标准 它更多的是一个 怎么说一个相对稳定的流程 因为随着我写剧本 然后我一边写这些文字 然后这个演员 他应该大概是哪个方向 他是哪个形象 他会渐渐的朝我走过来 我会渐渐的清晰 这个人是这个 这个人是这个 当然你比如说埋诗这种 都是留给王川军的 对 当我明确这个大致的方向之后 我会 我会接下来我会照着这种方向 我会照着这个演员去往下写 对 所以其实找演员这个过程 就是选定演员这个过程 对我来说还 它肯定会有 它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 都还挺顺利的那一次 还有就是当演员 就是他扮上自己的角色的之后 可能会有让你更惊艳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你看到一波 扮上他那个扮相之后 什么感觉 那当然是这样 因为我是特别重视电影的 有一个部门叫做造型指导 对 这是我们的造型 具体到一波 一波其实在 在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比如说此时此刻 我看着他的这个样子 我是能够去想象他 就是扮成民国的 他都扮上 头发梳上 衣服穿上 我大概能想象他的样子 但是当我们在上海 有一天 大概是7月 7月中 21年的7月中的某一天 当他真正扮上 我看见他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哇 眼前一亮 我觉得是某种高光时刻吧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就是他太贴合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 所想象的那个形象和气质 他活脱脱的他就走出来了 他现在本来我是文字 但他现在走下来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面对着我 对 我觉得还 还有一种感触在你 对 所以说面对 半场之后的一波 肯定对接下来的 比如说拍摄 会有更多的期待了 作为导演来讲 一波 你的这个角色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复杂吧 我觉得我这个角色 很复杂 对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了电影之后 去理解 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跟你本人上的差距呢 那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吧 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还是倾尽了很多的心血 去研究了这个隐忍 更沉浸更稳定 好的 和梁朝伟先生的合作感觉如何 开始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之前有说过 我印象很深刻 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的时候 是我们四个人 在一个桌子上 在等电话的一个席 就是隔着可能有 两张桌子或一张桌子 然后梁先生就站在那里 就觉得很 很像做梦一样 很不真实 对 然后梁先生看到我们之后 会主动的打招呼 微笑 都非常非常的温暖 很谦逊 对 然后看到那样的一个偶像级的人物 在自己的面前 其实那么谦逊的状态 然后那么专业的一个状态 其实渐渐的也把你带到 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就渐渐的放松下来了 也没有放松 还是很紧张 很紧张的 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卡车上的那个 真的会很紧张 不知道去怎么去对视 不知道去怎么去做出那些动作 但是在一起拍戏大概前天后后经历了多少时间 有三四个月吧 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是跟传经哥在一块 那其实每一场戏 比如梁先生对齐都会很紧张吗 或者是有没有一次就突然间 没有那么紧张 没有 可能在我们不拍的时候 去看梁先生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因为是去学习 但是跟梁先生去拍的时候 还是很紧张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跟偶像级的人物在一起 对戏的可能能学到很多 上过很多 是的 《传军》是第二次跟导演合作 对不对 感受如何 跟第一次有什么巨大的不同 巨大的不同 因为你这一部戏肯定比上一部戏 你的这个角色更重了 你所承担的任务更强了更多了 所以说是不是有不同的处理啊 感受受获呀 我是觉得导演越来越细腻了 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然后到了无名的时候 你会其实从整体的服装造型 然后戏里你吃的每一餐 然后吃的每一样东西 其实因为你看过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食物 对那些食物 其实我觉得是能把我们演员更好的带到那个空间里面去 我觉得也可以把观众就是带进这个气氛里面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 导演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讲究 我是问您问题 您侧面夸了一下导演 对对对对对 因为 因为你问我的问题是第二次合作什么感受吗 因为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那从自身呢自身方面呢 自身方面 对于角色的塑造方面的一些 嗯 我觉得还是在就是在导演的调控下 会变得更加的更加的克制 更加的沉稳一些 然后所有人去到一个统一的一个语境里面 那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第一次跟导演合作的时候 这次有了更多的磨合也了解了导演的那个 这个指径的方式 就会觉得更加的自如一些这次 嗯 因为其实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我也不懂电影 现在可能也不懂 但是在看完罗曼之后 会发现导演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包括他那个独特的电影的美学 第二次在合作的时候 你开始会思考 嗯 在这个画面里你可能应该做什么 或是不应该做什么 不需要做什么 嗯 然后这一次在合作的时候 会有非常明确的一种在学习的一种心态 我跟一博经常就是 没戏我没有愿意坐在后面看 去感受那个气氛 嗯 刚刚一博说跟梁朝伟先生合作 他很紧张 嗯 你的感受呢 我觉得梁先生就是 能够温暖到剧组的所有人 嗯 就是非常温暖的感觉 其实不会有压力 但是我们确实有点紧张 还是紧张对吧 不好意思 这种我问一个题外话 就是这种紧张会影响到自己在戏里的发挥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梁先生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 经常有时候你会跟演员搭戏的时候 演员如果就是在机器旁边帮你搭戏 他可能就是给你搭个残 但是梁先生在机器边上给你搭戏的时候 他整个眼神都是投入在那个情境里面 在帮你搭那个戏 然后你看着梁先生的眼睛 你就会不自觉的就眼眶湿润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的情绪在帮你一起更好的带入 对对对 对那个戏当中 好 这是刚刚跟各位聊的有关系的第二个关键词 那聊完了之后呢还是要进行一个抽奖 没有下载看看新闻APP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下载 我们依旧会送出多少张就先不说了 让我们让那个福袋在我们的那个屏幕之上多多的停留一些 大家可以不断的去点击 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导演给大家带来了莫大的福利 希望各位每个人都能够中奖 都能够带着这份开心的心情去到电影院当中 去支持我们的电影无名 同时也让工作人员把福袋上一下 可以一直把福袋挂在我们的整个的屏幕之上 继续 可以一直挂着 对可以一直挂着 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进来转发出去 所以说我们电影的第三个关键词吧 叫做觉就是感觉的觉 因为刚刚传军也说到了说 成尔导演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电影美学方面的东西 我们在电影当中也能够看到很多 比如说我一看你的戏我就饿 我看完电影就想去吃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些东西 这还是比较好的 就大家通常形容电影呢 会用视听盛夜来表达你的眼睛 还有耳朵的这种享受 而这次在无名当中是全面超越了两感 是一种调动观众无感的一个电影 就是比如说观众说 看这个无名的过程当中呢 好像感觉到你的这个鼻子啊 舌头啊皮肤啊都被调动了起来 仿佛能够闻到尝到电影当中的味道 能够触摸到某种很特别的质感 那这一次超越导演读到的美学风格 再度升级也再度进化 把它通过光影去引领观众 一秒钟穿越到上个世纪的那种孤岛当中 特别的想问一问超越导演 拍摄这样的一部调动观众 全部感官的上海故事的背后 有了怎样的秘诀 因为你的上一部电影和这一部电影 都是这样的 这个感谢您的这个褒奖支持 没有没有 但其实我们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尽可龙吧 嗯 我觉得其实也 其实我的原则很简单 我就是希望一切做到真实 真实 嗯 一切实现它的美 嗯嗯嗯 对 那看您电影当中 就是一出现实物 就有看舌尖的感觉 这个是 哦对这个是 是因为我其实我 我从很多好的电影 电影中受益 就是我从好很多好的电影中受益 我看很多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能打通这种 这种感官的 我会想抽烟 我会想吃饭 我会 我会思索 我会跟着导演的节奏一起 往前迈进 嗯嗯嗯嗯 最后去达到导演想要完成的一个 审美和叙事的价值 嗯嗯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无名》这部电影当中 它的服装 它的道具 它的实物的出现 是会为了推动 剧情吗 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我拍电影 首先我们先 呃即便是包离审美这个层面不谈 嗯 我们首先是为了叙事 嗯嗯 我觉得电影的第一要务是叙事 是 首先要完成叙事 所谓的美感 所谓的 这个魅力 这些都是叙事 之后 我们再去完成 嗯 所以无论是造型上 还是实物上 还是所有这些道具上 这些细节 这些元素 因为 您已经看过片了 所以其实您知道 我们都是参与到 其实每一个细节 甚至每一个道具 甚至一只狗也好 一句对白也好 您刚才那个开场白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让我也非常感动 就是我们 无名剧组的所有人付出的这些努力 您都受到了 这个真的您那个开场白我太感动了 确实是有这个电影 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 因为您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您只看了一遍 您都感知到 诚意满满 谢谢 可以给各位透露一点点小小的 其实在电影当中 在传军家的桌子上 和一博最后到了某一个地方 吃的东西上是相同的 当然在剧情上会有巨大的 能够让心灵上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因为他们吃了同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看着还是挺让人触目惊心的 很好 整部电影看下来之后 大家能够从无名当中感受到一个 不一样味道的上海 我知道传军是上海人 电影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上海 和你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上海 有什么不同吗 给你带来的感受 或者说能不能给我们 就聊一聊无名当中的上海 有点挖坑 深深的一个坑 那我想在一个不剧透的情况下 我觉得所有吃的东西还是像刚才导演提的 它是为一个叙事服务的 就像你捕捉到了那个特别巧妙的一个点 就我家的那个吃的 一直到后来还会出现那个东西 我觉得它都是有一个延续的 那么其实包括这个海报中间 你能看到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新的一个 一个那个时候的糕点房应该是 对吧 包括吃的这些东西 这些点心 我觉得都是 好像我现在也吃过这样的东西 但我不确定在那个时候 是不是大家也这么吃 但是当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你会一下子 你相信他们是真的会去吃这些东西 那您觉得成尔导演 对于在电影当中 对于上海的某些细节的把控 您哪怕是从站在普通的角度 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评价 你能够给他打多少分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对上海似乎都不太熟悉 导演一旦聊到 其实那个时代的上海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觉得他是倒背如流的 所以他经常会在我们拍着拍着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 可能想到一个什么时候 他会觉得我们这一段调整一下 换个调度 稍微修改一下 就马上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哪怕让你作为本地人 作为上海人都会觉得 导演对细节的把控让你很吃惊 对 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的美术老师也非常的棒 你当时不是做了一条街 就那些房子本来是要拆了 然后在那做了一条街 后来那条街都成为了一个 网红的一个打卡地 因为确实神还原 当时的上海的一个样子 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整部戏基本上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上海拍摄的 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没有离开上海 就是在上海 对 我没有离开上海 《无名》这部戏就是在上海拍摄的 没有离开过上海 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沉浸式的拍摄 沉浸式的去感受 所以特别想问问一博 在这种沉浸式的环境之下 对上海或者在上海拍摄 有什么样的感触没有 我们当时拍摄在八九十月份 在九十月份的时候 上海一直基本上都是在下雨 我个人是很喜欢下雨的天气的 然后在那段时间这个阴冷的这种感觉 会让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也很符合可能当时的气氛 对天气这个感触很深 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了 你学这个上海话 应该挺难的吧 就说实话的话 其实还好 就对我来讲 我其实传军队会提前一天 会帮我把我要说的台词 包括他自己的台词都会说给我听 因为我确实不懂上海话 但是我要知道 对方的台词每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传军队都会很 就是很细节的把每一句话说给我听 然后有快的有慢的 然后我就去跟着去学习 就是这样 我觉得没事一波片子已经上映了 你不用再谦虚了 不用再对 他就是一个有语言天赋的人 无论是上海话还是日语 它是让人惊叹 日语也是一点都之前没有接触过吗 对了 其实我就可能是当做听音乐去学习了 然后因为日语的台词也会给到我一个视频 上面有中文文字 然后下面放着日语 每一句话对应的每一句的意思 然后有快的有慢的 因为那段日语台词真的很长 我就要一直听一念 听一念 就确实话会得很长时间 然后不光是对白长 因为我的习惯我从来不会把对白切开拍 不管这场戏多长 包括您看过片 他所有的那些对白 三分钟的也好 五分钟的也好 包括像譬如说 像梁先生跟黄磊 是 那种对白 无论我们怎么去最终去怎么剪接 我们都是从头拍到尾的 我从来不会说断开了单拍一句 所以说要一切合成 对 因为为了情绪的延续性 所以确实很不容易 只能说他是 别的不说 他在语言上 确实有他得天独厚的天赋 这个是让我们剧组都惊叹 有语言天赋 而且还要肯努力去学 这也很重要 一博对上海的食物还适应吗 确实刚才您说的那道菜是我第一次吃 开始确实很难下口 后来就OK 因为他是能动的 对吧 其他的上海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一些 生煎之类的还爱吃 我对吃的都OK 好的 当然我觉得像导演所说的那样 我们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就是追求真实 希望把最真实的故事讲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所以说我们才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电影导演也好 编剧也好 还是我们的演员也好 在电影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真诚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接下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抽奖环节 在抽奖环节的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下载我们看看新闻的APP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直播过程当中 只在看看新闻APP上进行抽奖 然后抽取出很多很多的电影票 这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的 改一下 不能是50张 所以我不说了 1万张 刚刚程导已经说了是1万张 对 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进行当中 获奖了 获奖也不要着急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取得联系的 好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电影的另外一个绝吧 叫做绝了 就这个绝 点赞的这样一个绝 听完大家的分享这部电影 还有就是电影背后的一些 有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感受 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一部处处彰显极致处处 彰显特别的一个电影 今天是电影上映的第一天 是从零点开始上映的 9点 早上9点才开始上映的 我相信第一波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朋友们 肯定是看完电影之后 有很多的感受 很多的思考 比如说我看完电影几个小时之后 坐在我的主播台上 我还在想 这电影给我带来这个后劲还真的是挺大的 那刚刚我也问程导了 对于观众朋友们的评价 作为导演肯定是很在乎的 有没有在手机上或者其他一些渠道 去看一看观众朋友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我都了解了 大概了解了 因为我今天从北京来上海 之前在飞机上 但我大概都了解了 因为我太太包括团队都会把这些评价发给我 我也非常感谢第一批观众 大家都说得非常好 对于观众 我觉得作为电影创作者就是唯有感恩嘛 因为这种事我之前也表达过很多次了 就是其实观众比你了解的更深入 对 或者说 因为大家如果看过我的小说 其实我专门写过这个问题就是 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包括 所谓的艺术家这个行业 确实太 怎么说 它处在焦点 然后因为处在焦点 它容易产生某种错觉 对 因为其实我偶尔 我有好多朋友 包括我跟好多人聊天 我不认为 艺术家比其他的 任何一个普通人了解更多的人性 对 其实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 可能他们在谈笑间 给一个微笑 可能释放了自己巨大的压力 或者他们在 内流满面的一次叹息中 释放了自己所有的压力 我觉得包括我们无名最终 所要去表现的主题也是这样 生命可贵 个体可贵 隧道的尽头 总有光 对 所以借用您的平台 借用今天大连初一 这样一个时间 我也想祝福大家 对 祝福所有的人 在新的一年能够 平安喜乐 是 程尔导演 刚刚这番话还蛮感动我的 因为我看过太多的 人 比如在评价普通观众的时候 就会说 观众嘛 给什么吃什么 他们懂什么 一般看到这样的评论 我心里面也会不太很舒服 那刚刚听了程尔导演的话 你就会觉得 他没有把普通观众 当成普通观众 是尊重了每一个个体 而大家每个人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我们总说一千个人 读哈姆雷特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吧 所以说你要尊重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 可能有创作者的那种 我觉得可能也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本意 我觉得可能因为 因为电影嘛 这种 尤其是春节党 它确实它会 竞争压力比较大 对 因为竞争压力比较大 它会 我也不认为 其实我们的同 就是 我不认为大家会 真的会这样去认知 嗯 但是因为压力过大 或者因为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理解吧 嗯嗯嗯嗯嗯 是是 对 我觉得都是 最终我觉得还是一个 保持一个宽容的心态 嗯 然后接受 多方的建议 对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对 嗯 就是我们看了电影之后 或者跟导演聊了很多 就是 很难不被创作者的这种诚意所 所打动哈 也更加理解 为什么这部电影被很多人说 很绝 很绝 那 问问一博吧 作为演员来讲 参与到这部电影当中 大一点的问题 就是收获是什么 嗯 对 首先能够参与到无名的这个电影中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导演 能够 选了我 然后去拍这个电影 因为 确实我在拍摄的过程中 真的收获到太多太多 嗯 我收获到了很多好的习惯 收获到了好的审美 收获到了什么是电影 怎么去看电影 真的学 学到了太多 呃 哎呀 还想说什么 突然忘了 哈哈 就 哎呀 真的得怎么忘了 说什么 就是接受很恩比 拍电影还要紧张 对 一博是特别单纯和善良的 是 对 船军也是一样 其实我 其实我们马上就会接着在一起 我们所有人 都会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团队沉淀到现在 我觉得 像一博 还有船军这样的人 确实 我觉得 哇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就是很难得 他们在这个电影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专业 是直播吗 对 在直播 对 好可爱 对不起在直播 因为 因为 其实我顺着一博刚才的意思说 我觉得一博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 他特别善良 特别单纯 与人为善 船军也是这样 我刚才想表达的是我突然恍范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样表达会不会引起某种 我是说 当我们的团队 当我们这样无名的这样一个剧组 包括于东先生 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 我们越来越沉 这个沉淀之后 我们可能 会剩下的都是我们好开心在一起的人 其实就像一博在歌里唱到的 其实我们也在等待那一刻 不妨在一起等一等 我们为了观众也好 我们为了什么也好 我们接下来不光是无名 我们在无名之后的时光 我们会给大家奉上更好的作品 说得好 我们也期待着一博能够在更多的作品当中 去表现出自己最佳的那一面 好不好 对不起啊我刚才不知道是直播 我以为是可以 这一段掐了别播 我以为是可以重来的 特别可爱 传军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和收获 自己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 大家不是说无名剧组 都是感觉像是一个社恐剧组 大家出来也不知道说什么 如果说一博的话 我觉得他真的 他比如说平时也不善表达 但是他确实把他最好的表达 他全都放到那个角色身上了 而且导演的话 我觉得导演 其实在罗曼的时候 我觉得导演也 其实不愿意说特别多的话 所以他最后把所有想说的东西 变成了一本小说 然后我觉得六七年的时间 就像导演他也一直在 大家都在成长 其实都在成长 我觉得刚才导演说就是观众的那番话 我其实特别感动 就是我们在现场 我记得有一次拍的时候 导演很认真的跟我说 他说不要装 不要不要在就是监视器面前 你去装出那个样子 就不要拔的拔起来那种感觉 你要去贴近所有人 去干这件事情 我其实刚才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会对导演有一些误解 觉得导演拍的东西好像 似乎有门槛 难懂吗? 但是你这次看完 其实像您看完的时候 你就说你回味了很久 是不难懂 不难懂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嚼头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每个人的成长和收获吧 确实每个人在整个的 比如说创作的过程当中 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收获 就整体会变得越来越平静和沉稳 好 我们也期待传军能够在更多的作品当中 就是这样 当然我在此时此刻 我只能说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一博这次确实是太好了 他完成了 他实现了 因为确实也有各种各样的 但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我的认知 我作为一个导演的认知 我觉得一博这次实现了 完成了 我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完成了一次蜕变 所以我觉得 船军更是一样的 但你看过戏 你知道船军 在那个月黑风高的 下着雨的夜晚 他变态到了什么地步 那个戏是很难演的 尤其是加上我那些 奇奇怪怪的 不明所以的对白 没有对白还是很好的 他实现的多么好 完成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 但我也尊重了所有的意见 我只是想说我特别感恩所有的演员 包括一博 包括船军 包括今天没有到场的人 我觉得做完这个事 我自己也很释远 因为大家都没有跌份 大家用上岸话说 面孔都在的 是的 我觉得其实 其实我这个人 大家 我也是 其实我 怎么说呢 我也拍了很长时间 虽然拍的很少 但是呢 跟上海人一样 我们最看重的有两个字 就是面孔 我们不会乱说话的 我们不会出去吹牛的 我们用最终的成绩说话 我们用最终的成绩说话 用虞冬的话讲叫 正月初一见真章 好 没错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谢谢导演和演员给我们带来了 这么好看的一部电影 听了以上主创的这些分享 相信大家都对吴明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春节之际呢 和亲朋还有一起到影院去看一看吴明这部电影 和看过电影的亲朋还有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吴明 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值得做的事 吴明当中 有一个海报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展望未来 最后还是请导演 请二位演员给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或者是送上一些祝福吧 导演先说 展望未来我觉得可能 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展望未来 因为我不是一个票房很好的导演 我也一贯以来不是一个成功的导演 但是呢偶尔有人来跟我聊天 或者偶尔有人愿意采访我 我都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我会慢慢地去解释 我会慢慢地去解释 我说我从事着我喜爱的职业 通过从事这个职业 我能够养家糊口 在此同时 还能有个别的或者小部分的人 或者也许会更多的人 会出于真心真意的喜欢我 一定 我觉得人生在世夫妇何求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真心的喜爱 情意无价 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吗 所以用真心换真心吗 大家会感受得到的 非常非常感激 我非常感恩 包括余东先生 包括整个我们的团队 包括所有的演员 包括在座的两位 以及其他的我们任何一位演员 包括在上海的我的诗歌 李星导演 李星导演也很棒 他的背影都是会演戏的 所以我们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我们会 用最真诚的视角 我们把一切还原到真实 我们去努力做到一个 不煽情 然而让你落泪的电影 好我们期待着 超市导演更多的优秀的电影作品 好 来一波 嗯 嗯 嗯 其实 这几天一直做了很多的采访 我相信大家 应该是 能够感受到 吴明 所有的人 为这个电影的努力 为在拍摄过程中的认真 我也希望 就像刚刚您说的那句话 观众是真心 我们是真心去对真心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真心的去 享受这个电影 去看这个电影 好 谢谢 来 嗯 这几天突然 又被导演说感动啊 我觉得还 还要感谢一下我们那个 我们制片人吴娜女士 我太太 对对对对 因为她确实在现场 其实给予了所有部门很大的帮助 而且也帮助 其实我们演员之间的成长 也很辛苦 因为聊到真心 我确实相信 就是在现场那些 落泪的时候 全都是真实的 那么最后 其实感谢观众 愿意进电影院看《无名》 我们有一句话叫 隧道尽头中有光 我觉得那个体验就是跟在电影院 当灯光全都暗下来的时候 黑的时候 你进入了那样一个故事里面 最后当这故事结束的时候 你会感到一种 光亮起来的感觉 你会感觉到希望 也会感受到 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敬意吧 确实 今天我在电影院当中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 大家在电影结束之后呢 听着那个歌 看着那个字幕滚平滚完完完完完完之后 没有一个人走的 大家都是静静地在那听歌 然后看着字幕滚 然后最后灯亮了起来 就是也没有人在说话 默默地每个人都往外走 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可能默默地在心中给电影点赞 给演员点赞 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所有的主创人员 无名电影主创人员的这种真心 所以说新年一始看无名 展望未来 家片无名是值得的 也特别的感谢各位嘉宾 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当中 跟大家聊了很多 有关于电影无名方面的 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些自己的真情实意 最后我们还是要祝愿所有的 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新年快乐 也在此把祝福送给三位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此就结束了 朋友们再会